在唐三摆平四元素学院之后,他们就要开始新的打算,首先就是让宁荣荣找来古豆罗撑场面,其次就是去钢铁之都进购材料,这对于唐三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 上一次没有带上宁荣荣他们,宁荣荣还是很难受的,因此这次史莱克五怪就一起去了钢铁之都,泰坦就成为了他们的首位。 马红俊看上去就非常可怜,因为小五一直挽着唐三,宁荣荣和奥斯卡也是一对,这就让他的灵魂无处安放,一个人孤独的走着。 这次小五也尝试过一个人行走,也就是没有挽着唐三,但就在这个时候,他们又被人冰上了,这就非常难受,而且还遭了攻击,要不是泰坦,他们可能就危险了。 为此小五再次受到了惊吓,第一次独立行走又遭到了危机,这回唐三也不敢让小五继续这么下去了, 时时刻刻的保护着小五,生怕他受到伤害。 大部分时间,小五和唐三都是在一起的,不过在唐三谈事情的时候,明洛荣就会照顾小五,毕竟是闺蜜,因此小五也愿意和明洛荣在一起。 不过晚上睡觉的时候,小五说什么也要和唐三一起,这就让唐三很难受,而且小五还不爱穿衣服,唐三就将近二十多天没有睡觉,实在是太折磨了,但也没有办法,否则小五根本不会睡觉。 此外就是钢铁之都的神将楼高了,身为斗罗大陆最强的铸造师,他身上有很多稀有金属的藏品,而且他一直在砖研各种东西。 唐三的到来会让他非常开心,毕竟唐门暗器可是比什么都要有价值的,而且唐三对金属的研究也有造语。 两个人毫无疑问就是一见如故,接下来的事情也会很顺利,但还是会有一些小曲折的。 如此看来,目前马上就要到海神岛的剧情了,接下来主要还是一些稀有金属的介绍,以及和五魂殿的一些小摩擦,唐三都是会出手的。 得到了楼高的帮助后,史莱克七怪就会开始提升修为,一年后就是真正的战斗了,唐三和小五都会有新形象,而且还更加的有夫妻像,这就非常的甜,还是很期待他们一起修炼的。